我覺得問到有關那個期末的部分 期末當然有原來試想說要不要上機考試 不過後來想一想 就是還有跟你們學長討論 他建議是說 也許好像還是用報告的形式 會對各位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如果考試的話 其實相對還是會有一定的壓力 而且程式真的要現場把它寫出來 除非說你要很專精 否則的話真的是壓力還蠻大的 對一般來說 當然對熟練的人來說應該是沒什麼差別 可是你們很多同學其實不是本科系的 所以很多時候對程式應該相對是比較陌生的 那當然需要多一點時間 所以我會想說期末的報告部分的話 第一個大概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形式上面跟其中報告有點類似 但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它的內容部分的話 內容部分的話我是希望盡可能就是網路的資料 我們其中是開放資料去抓取那個開放資料來用的吧 那我在想說期末部分的話呢 當然呢要不要就抓那個網路資料 類似像什麼 類似像那個 類似像這種資料 比如說像中央氣象局啦 或者是說什麼奇交所的這個網站資料 這邊有個奇交所的網站資料 類似像底下這個 有沒有這個網頁資料 或者像大樂透那樣的資料啦 OK 那只是說那個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考慮到難度太高的話 不然你也許可以用那個 類似其中的那個開放資料來做 但是呢形式上面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你們盡可能把那個 我們這個之後交的這個製作圖表的自動化 把它加到你的報告裡面 OK 盡可能 當然你可以的話 你就是多畫一些圖表 但畫圖表的部分的話 就當然不是用人工的 圖法練功的方法 而是用程式的方式 OK 大體上是這樣子 那細節部分的話呢 也許我再歸納一下 也許我到時候這樣用那個 就是書面的方式 會再貼到那個我們的Moodle裡面 來跟各位做說明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主要我是希望你們能不能再把這個 圖表的這個程式的部分 加到你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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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的報告裡面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的部分呢 就是做一個組合 從台北的部分 衍生出來產生高雄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些像有分氣溫跟醬油一樣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快速全部畫出來的話 那當然最好 因為野心比較大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拆開來看 因為野心先不要太大 我們先拆氣溫的部分 再降雨量部分 然後最後把它集結在一起 最後也許 當然目標是什麼 把這個像剛剛這個圖全部畫出來 畫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看怎麼擺 你可以不要說擺垂直的 你可以左右各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放你想放的位置 OK 如果圖很多的話 那這個概念有點像那個 現在有一個軟體叫Power BI 有滿像的 Power BI裡面的話 它概念就叫做Dashboard 就儀表板 有沒有 也就以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圖 畫 繪製成一個儀表板 就很多很多 把它全部放在一個 以Sale工作表裡面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答案第一個 我們可以拿什麼 我們把全省的氣溫跟降雨量 那氣溫跟降雨量 如果一次要全部拿下來 可能難度會太高 所以我們先針對氣溫的部分 也就是說 請各位第一步 先下載全省氣溫好了 在哪裡在這裡 全省的氣溫 所以你把它點到氣溫 然後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表把它下載 但是要把平均跟統計 這兩藍不要 然後我就1到12月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列的部分的話 這個藍的部分是1到12月 列的部分的話 就是每個策站的相關資料 都在這裡 把這個資料取得 那怎麼做比較快 當然幾個方法 你可以塗法鏈鋼複製貼 或者是說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像這邊 我已經全省氣溫了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當然我試過在舊版會失敗 可是新版好像OK 現在2019的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重Web OK 重Web的部分的話 你就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並且把這個重Web點一下 再來的話 它會跳出說你的UI 就你的網址把它貼上 就是剛剛的那個 中央氣象局的這個網站 你的網址複製它 貼到那個基本就可以了 按確定 它會幫你找一下 一樣 它會幫你找這個網頁 特別說網頁它的物件名稱 它就是一個Document 一個文件 它會幫你找裡面的Table Table的話實際上指的就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HTML 是Table標籤 不過我是覺得它 這個地方的好處就是說 它讓你避開就是說 你要看那個什麼 看網頁的原始碼 是這種 這個部分 它就直接讓你秀出來 Table1 Table0 它的編號從0開始 你會看到就是這個 有沒有 然後把它按載入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資料就下來了 OK 我們再把什麼 平均跟統計期間刪除 資料就OK了 最後當然它下來的資料 好像是一個表格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表格 把它轉換成範圍 讓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把它移除掉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所有的資料就過來了 那這個部分 各位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新舊版還是有差別 新版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舊版 不 舊版沒這個功能 新版才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先匯整下來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而且這個版本好像是要2019以後才有 現在好像2019 2016好像也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假設 你如果沒有這個功能的話怎麼辦 你用那個舊版好像會有蠻多的問題 要不然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什麼 看懂這上面的程式 要用一些方法 比如像剛剛我們這個Table 你可以像氣溫這邊選取按右鍵檢查一下 其實你變成說你要自己看懂上面的什麼 這個上面的HTML OK 裡面的 像我們這個表格 它在哪個位置 其實你會發現 就這個位置 它放在一個DIV裡面 那DIV裡面的話有個Table 其實就是這個Table 那你會發現 在這個網頁裡面 其實也就只有一個Table 所以你其實Ctrl F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Table 前面再加一個小餘 表示說在這個網頁幫我找找看 有幾個表格的形式 你會發現其實就只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像剛剛那個 就是從Web那個功能 實際上它就讓你避開什麼 看懂 就是它實際上就是幫你解決了 你自己要手動去看那個 網頁原始碼這個麻煩點 但是我是覺得它這點倒不錯 但是也不是萬能的 因為它蠻多地方 像我自己習慣 還是會自己去看一下原始碼 然後從裡面去抓我要的資料 OK 那目前當然 你們如果有這個功能 你就先用吧 所以第一步的話 請你把什麼 這個全省的資料給下載一下 總共的話有26 減1的話 當然就25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幫我把那個圖 分別畫出來好了 畫在哪裡 也許就畫在旁邊好了 但問題好像放不太下 淡水畫一個 畫在這裡 然後再來什麼 隔一列 然後再安部畫一個 可是畫在這裡好像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最好可以畫在另外的工作表好了 可是我要怎麼看 可以畫在另外的工作表 那當然我們要畫在另外的工作 可能要分三個階段玩 第一個 第一個先畫一個淡水好了 淡水OK之後 第二個的話 再畫全部 OK 總共25個 你25個先畫一個可以 其他OK 然後再來的話 想辦法把它放到另外的工作表 所以可能會有三個階段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就是中央氣象局上面的氣溫資料 先把它下載下來